也就是說如果美國決定要全力強化台灣的國防能量 可以在未來五年內提供3600億的軍援 其中3000億是直接用送的 美國眾議院於12月8日以350票贊成80票反對 通過總額達到8580億美元的2023年國防授權法 而其中就包含台灣政策法中的部分條文 這項授權法案將會授權美國國務院 在2023年到2027年之間 每年提供600億台幣的無償軍事援助 同時也提供台灣20億美元的外國軍事融資 也就是說如果美國決定要全力強化台灣的國防能量 可以在未來五年內提供3600億的軍援 其中3000億是直接用送的 以中華民國的國防預算來算 總共佔據總預算的15%以上 可以說是天上掉下來的大理 但是事情當然沒有這麼簡單 YO 我們是DBS 今天我們就要來看看台灣政策法 將會在未來五年如何完全改變兩岸局勢 偷偷跟大家講 我們上兩部片都被黃標 是完全沒有收益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幫我們訂閱支持我們做更優質的影片 首先在大家太開心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到美國的法案是怎麼通過並執行的 這項法案最早是由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投票通過 直到昨天這項法案都一直沒有消息 因為美國即將進入聖誕假期 而且明年一月國會改組 如果在一月初之前這項法案沒有下文 一切先前的進度都會需要重新開始 然而就在今天美國眾議院終於有動作 以350比80票高票通過這項法案 並且獲得跨黨派的支持 但這不代表一切塵埃落定 現在這項法案還需要通過參議院 再上交到美國總統拜登的手上簽字生效 目前的進度是下週將會在眾議院投票 也就是說最快下週末 我們就會知道這項法案會不會通過 台灣政策法其實涵蓋的層面很廣 現在通過的是軍事支援的部分 比較有爭議的外交部分 不包含在這次的投票內容中 而且經過白宮割派的協商 把部分條款改成使用較為和緩的用詞 也讓這項法案通過的機率大大增加 在這邊我必須要說 台灣人要有更多人關注國際新聞 以及大國博弈使用的戰略和手腕 不能因為我開心 所以就為所欲為的做出要求或是不必要的聲明 台灣的處境非常複雜 所有為了選票的操作都大可不必 我們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像中美兩國一樣在國際上到處叫囂 該爭取的爭取 但是台灣在國際上要持續在台面上保持弱勢 方向保持一貫的不畏戰不拒戰 身底下持續強化各方面的軟硬實力 兩面手法要玩得好 才會有持續的國際支援 不然哪一天怎麼被弄死的都不知道 看看美國昨天才在跟元老會說 敵人好強我好怕給我錢錢 隔天還是張揚在戰場上面鳴壓敵人 是一樣的道理 在軍售上除了讓台灣可以買新的玩具 同時也會想辦法加快對台軍售的速度 先前因為烏二戰爭的戰事 讓各大軍火商都忙得不可開交 台灣的部分軍售就被迫延後交貨期 這對國防部的規劃造成巨大的阻力 美國國會希望通過這次法案 來加速軍售的速度 減少其中的行政阻力 同時提供台灣更多不一樣的防禦性武器選擇 其中使用的方式就是給予台灣非北約主要盟友的身份 但是因為這個用詞太過敏感 所以之後改成提供台灣主要非盟友的待遇 雖然沒有了軍事盟友的身份 但是還是提升了台灣的地位 將會在未來提供台灣在軍售上的優惠 以及出貨的優先程度 先前美國對台的軍售相較於其他盟友 像是日韓、以色列、澳洲出口的武器 在性能上都會有代差 這次通過之後就會把這樣的差距抹平 代表國軍更有可能用更快的速度買到現役的武器 相較於烏克蘭市陸陸國家 可以持續接受北約的軍事援助 台海作戰這樣的難度會高上好幾倍 所以在作戰開始之前就先把裝備準備好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在法案中第一次提到除了提供原本就在提供的防禦性武器 同時也會提供可以實質嚇阻解放軍的武器 這個部分就可以解讀為攻擊性武器 而攻擊性武器就包含像是巡衣飛彈、遠程火箭彈等等武器 都會有可能 以目前美國的態度以及美國未來 將會把國防重心放在亞太上的戰略轉移 對台灣的軍援只會保持一樣或是超過烏克蘭的等級 也就是說美國很有可能會依據烏克蘭的武器上再往上加 畢竟解放軍明顯比俄軍部隊還要強得多 也就是說最基本的會提供大量刺針、標槍的單兵武器 上百枚標槍也就是兩千萬美金 大量裝備一點也不是問題 同時也可以把國軍老舊的66火箭彈全部換成AT-4 對付解放軍裝甲車的反擊能力大大提升 反無人機的防空上理論會先給APKWS精準導引火箭彈 可以裝備在阿帕器、眼鏡蛇武裝直升機上 同時也可以裝備在民用貨車上 用來打擊無人機以及低飛的直升機 同時也會提供更豐富的防空環島系統 像是最近傳出將會提供100發增程愛國者三型 精度更高也可以打更遠到60公里 這就是其中一個選項 會不會逐步提供其他防空武器 就讓我們好好期待 在陸軍方面應該會大量的提供 台灣海馬斯精確制導的火箭彈載台 這應該是沒有什麼意外 之前就已經確定出售64枚的AT-ACMS 只是在軍援之後數量會大大增加 引進的速度也會加快 同時還有可能提供射程更遠 超過300公里的BLOCK-6A AT-ACMS 並且增加可以攻擊移動目標的能力 炮兵的部分終於可以把老舊的 E-5以及105毫米輕引炮換成M777 裝備M9822神劍導引炮彈的射程 可以從原本的22公里提供到40公里 以台灣的作戰環境 可以火力覆蓋的區域很廣 準度也很高 空軍的部分保守的來看 主要就是提供更多的空空導彈 像是AIM-120或是AIM-9香味蛇 同時會賣給台灣更多的AGM-88 反輻射飛彈來反制解放軍的防空陣地 也可以買目前台灣還正在研發的 查打一體無人機 短時間內讓空軍有武裝無人機的操作經驗 擴大國軍的無人機部隊 以後國產無人機量產之後才會上手的快 海軍基本上最有可能給的還是魚叉和重型魚雷 給其他反艦飛彈的可能性比較低 需要系統整合對國軍的後勤壓力會很大 同時也很有可能讓剛剛退役封存的提康德羅加 神盾艦以低價賣給台灣 裝備128個發射單元的提康德羅加 可以發射標3戰SROC反潛艦導彈 就以標3來講 就可以大幅度的強化我國海軍的對空防禦能力 標3BLOCK-2A的最高攔截高度為500公里 攔截半徑為2500公里 可以攔截射程1000至5500公里的中程和遠程彈道導彈 防禦範圍和高度都遠超海軍現役的防空飛彈 甚至可以打直低軌道微星 而且我們已經想要很久的Mk41垂直發射單元 也可以解決目前多數艦艇沒有辦法同時接戰大量目標的能力 當然如果美國願意給我們現役的博克級當然更好 但是我是覺得難度很大 除了對台軍售強化國防實力之外 同時也要求美國政府需要對任何外國人或是機構 在嚴重干預台灣民主程序的情況下給予制裁 如果解放軍公開或是隱蔽的使用軍事行動 對台灣的治理和領土完整性造成重大的影響 美國總統應該制裁中方高層 撤銷簽證凍結在美資產 這包含網絡攻擊所以不只是實質的軍事行動 而最後一點我個人認為是國軍最迫切需要的 要求美國政府建立全面性的訓練計劃 包含兵推以及軍演 讓美台部隊可以發展實質的協同作戰能力 這個部分可以說是完全改寫自中美斷交以來 最具突破性的影響 這不只可以讓國軍可以跟有大量實戰經驗的美國部隊 學習戰績、戰術、戰略 同時可以讓那些擁抱守舊思想、不思進取的國軍高層 看看什麼叫做現代化作戰 這個跟先前美國只負責教你武器怎麼使用 跟保養真的是天差地別 聯合演習在戰時的效用非常巨大 如果今天開戰了 美軍要提供國軍情資和導引 在沒有協同演習的情況下 指揮體系很有可能會大亂 烏克蘭浮原遼闊還可以慢慢來慢慢熟悉 台海作戰發生的時間會短很多 並沒有任何時間跟你打起來之後再慢慢熟悉如何協同 也因為這樣的法案會在短時間內給國軍大量換發新的武器 狀況會跟先前的烏克蘭很像 所以美台聯合演習不只可以教育國軍武器的使用 也同時可以給予國軍新武器的戰術觀念 在戰術思想上可以大大提升 畢竟先前到美國受訓的總子教官問題很多 要不是能力很優秀 國軍留不住這些人才 要不是留住了 但是老長官手握大權卻不思進取 新觀念進來一點也沒有用 聯合演訓可以讓這些人開開眼界 講完了對國防的正面影響 那要來講講法案的黑暗面 所有事情都是一體兩面的 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美國智庫就警告 雖然這個法案已經把承認台灣主權的部分剔除 但是還是會對中共政權造成嚴重的外交危機 而這會造成中共對台作戰的可能性 和時間點的不確定性更高 國際上也更難因為台灣所處的劣勢 而給予外交和軍事上的援助 同時也可以給中共更多理由增加國防預算 來合理化台灣在國防上的強化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次台灣政府在處理這件事 要能低調就低調 不要在台面上過度的刺激中共高層 雖然通過了肯定是在狂踩隨時再往後退的紅線 但是台灣絕對要盡可能的減少不必要的衝突 如果今天台灣國力很強你要怎麼大聲當外交戰狼 我沒有意見 但是台灣現在就處於一個隨時要被擰壓的局面 還沒有準備好就出去跟別人叫囂來互相傷害啊 我跟你講你想多了 只有你被傷害沒有互相傷害這件事 總結來說我非常看好這次的台灣政策法 雖然軍援的部分實際上並沒有辦法扭轉國軍和解放軍的實力差距 但是絕對可以增加解放軍攻台的難度 國軍現在不只缺少次世代武器來防衛台灣 同時也缺少先進的戰術思想 而這次的台灣政策法正好可以同時解決這兩個最為急迫的問題 在美國對台灣的軍事援助 除了表面上100億美金的軍備之外 其實更重要的是改變提供台灣武器的途徑 讓台灣的武器供應排成往前 才不會有因為先前要提供烏克蘭而我們永遠拿不到武器的問題 根據中美之間的摩擦急劇升高的情勢之下 這樣的法案只是美國援助台灣的第一步 以歷史上美國的做法 未來的援助只會越來越多 看向烏克蘭就可以略之一二 而且台灣對美國來說在國際戰略上佔據的位置更重 也是在俄羅斯喪失戰鬥力之後 美國最有可能重點關注的地方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想要看如何強軍可以去看看如何打無人機 或是了解台灣要如何成為終極刺猬島 那拜託求求你訂閱一下啦 我上兩部影片都被黃標沒有收益 那你們的訂閱真的可以幫助到我們 那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我們來聽說 點燥 了 點燥 點燥